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A先生的故事了 好彩留了一点时间 今晚再不讲的话 大家就是不要再听了 老师你到底要不要讲啊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A先生的故事 好一讲A先生的故事呢 这个Tower同学又在给我信心啊 非常感谢刚刚已经给了一次了 OK我们来聊聊A先生的故事 第三集 上个星期其实介绍过A先生的故事 已经讲过两次 第一次在行动管制刚刚开始的时候 后来就发生在这个Telecom Malaysia A先生告诉我他知道了怎么去define great opportunity 在股市里面的那种绝佳的机会 他说他找到了 那个是A先生的故事第二集 但是A先生故事第一集呢 好像我忘记剪接了 慘了我想不起来了 A先生第二集呢是剪接完了 不知道同学们在我的YouTube那边找不到都会来 Facebook上面是有的了 那么刚刚上个星期 我们又跟A先生做了一个沟通 所以A先生呢 他又有一些新的领悟 这个他的领悟呢 其实是关系到赚快钱 或者说是关系到用钢杆 在马来西亚这边 钢杆带有投资 就是带有钢杆性质的投资品种 不是那么的多罢了 那我在这边告诉大家的 A先生讲的呢 是平单Warrant的运用 OK 那因为呢 A先生是我们关拍早期的学生 那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Warrant的一些 这个投资心得吧 那因为以前陈建老师 我呢也是一个会操作Warrant的人 Company Warren W开头的 或者是Core Warren 甚至是Put Warren 陈建老师 我呢 曾经都是来者不拒的 总之能够给我小刀拒大数 总之能够给我赚快钱 对吗 看到以小博大的效果的 我都有兴趣去了解 那但是呢 同学们如果在 我们这几年在Facebook这边直播 跟踪着我们呢 你就没有再听到陈建老师 去教权权的使用 去教Warrant的操作的话 我不敢了 不敢了 因为这个东西对大家做价值投资呢 它并没有好处 反而会达到你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反而容易让你放弃本身的信念 OK 我虽然有做一些讲解 偶偶在视频里面会有一些讲解 但是多数都是风险提示来的 也包括今天我们讲的A先生的故事 其实是这样子 上个星期呢 A先生呢 就在一个Penny Stock身上呢 他赚了一点钱 所以呢 他是蛮兴奋的来找我 跟我分享一下 他当时看到这个股票啊 后来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股票呢 他有Warrant 那么A先生这一次呢 他就没有买这个公司的Warrant OK 那其实啊 其实 这个公司 A先生买入的时候呢 也是 我认为啊 我认为 有点 投机的性质 我认为有一点点 OK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A先生他告诉了我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他想通了一些东西 其实啊 其实我先将他的最大的感慨告诉大家 有些很刺激的钱 在股市里面 哇 很有技巧赚回来的钱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 哎呀 我有本事赚到这样子的钱 我很有成就感 A先生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现在呢 给他赚了 他反而觉得 这个东西不是他要的 啊 同学们可能会说 啊 赚钱都不是你要的 你啊 你不要给我 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引擎赛啊 不是嫌 这个钱有臭味 啊 同臭味 不是 而是他觉得 做很辛苦的东西 可是你最终能够获得的回报啊 不成比率 你冒了很高的风险 最后这个股票真的给你拨到了 但是你又不敢睡下去 你最多只敢买一点点 就说你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 觉得很好玩 最后倒不如 可能前几个月 从头到尾拿住一个科技股 没有那么生气 对吗 又舒服 赚的又多 又睡的安心 这个是A先生 在上个星期最新的操作的时候呢 他跟我讲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操作的股票 我给大家讲一讲 但是已经上个星期的事情了 所以他就绝对不是什么 最新的操作啊 什么的 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A先生呢 也已经从这个股票身上了 离场了 我知道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股票 这股票呢 可能蛮少人知道的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股票的话呢 可以在屏幕里面点赞 或者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 你知道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 叫做Strak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文好像叫做海啸物理 Strake 0080 这个公司的股票在上个星期突然间从不到两毛钱一下子冲到两毛 超过两毛八哦 我们这边看到啊 OK 对啊 去到两毛八十多 这个是母股啊 它还有平单哦 这个 Street海峡物流的平单 公司平单来的啊 这个不是认购平单 我在讲啊 我再补充一下 佛陈建老师 我自己呢 因为我们没有跟大家在 就没有在跟大家做任何的这些平单的运用的讲解了 在教学上面 所以呢 我也 我也告诉大家 我自己呢 基本上已经 没有碰了 对了 这几年 我都从来没有碰 公司平单 认购平单 这些 认购平单 认购平单 这些 put and call warren呢 我就没有碰 company warren 我也没有碰 so我就老老实实的做回母股的投资罢了 因为我觉得 就母股的投资 做得好的话 都已经够了啊 而且 好像A先生讲的 你看啊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刺激的情况 就算给你看到这么的刺激 但是真的给你买的话 你又敢买几多 你们坦白的问一问自己 来 这个是海峡物流的公司平单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母股是从不到两毛钱 从一毛八一毛九 一下子冲到两毛八十五 对不对 OK 然后就 就就就就不知道莫名其妙的行情就结束了 我也不知道后面还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那么这个海峡物流的公司平单 是从不到一毛钱 那对吗 八九分样子啊 很多人喜欢拿这些来赌的啊 他觉得输掉也无伤大呀 对吗 我买一千个unit 对不起 我买一千个lock啊 也就是八九千块罢了吗 对吗 所以然后他一升一分钱就是一千块 对吗 升一分钱就赚一千块 跌一分钱就输一千块 就八九千的赌注 大把人下得起 对吗 在这些地方的 那么他突然间冒到一块 一毛二 再突然间一标 哇 标到多少 最高 这个最高是多少 最高是 也是二十八分半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平单的价格 追到母股的价格 母股是从十八十九分去到二十八分 这个是从八九分去到二十八分 哇 这个就夸张了 对吗 一下子就升三四倍上去 但是你下午早上你没有跑掉 对吗 可能下午就回来 这个一毛多了 OK 那最可怜的就是在那些二十多千最近去的人 被套注的话 那他就冤枉 就是一个星期下来 或者当天下来 你已经账面亏损50%了 对吗 你两毛半买 你下回来十二分半的话 你不就是跌了一半了吗 当天你就直接账面亏损一半了 OK 好 这个股票呢 A先生讲了 他不是完全没有基本面 A先生跟我讲 他当时看到了什么东西呢 我重演一下 A先生讲到的东西啊 他说 他看到的是 第一 海峡物流 他的股价 并没有出现 疫情过后的扶苏 我们就将他拿回去 A先生说呢 他就在 他就在早些时候 看到这个股票 尤其是在今年的农历新年前后啊 这个农历新年前后呢 这个股票呢 就跌回去去年的那个十月份 也就是说 跟我们讲的 在这边呢 同学们也是有 有在我们这里一直追踪着 疫情的扶苏嘛 对不对 又或者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的股市 整个马股 或者很多个别股票呢 它会有一个去年三月份 炸下来的一个低点 后来呢 第二轮的疫情 从沙巴州那边 我们出现了第二轮的疫情 又传回来西马那边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 然后今年一月份 我们再宣布行动管制2.0嘛 对吗 所以呢 大概呢 我们这边的疫情了 受到疫情影响的股票呢 它就会有几个时间点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去年的三月 2020年的十月 十一月头 以及今年的这个一月份 那么 这个公司 海峡物流呢 它是有从事这个 加油工作的天游啊 嗯 那这个天游工作的话呢 你出海的那些活动 如果受到疫情影响的话呢 可能你的生意 有受到影响了哈 坦白讲 我不是很熟悉 这个公司的生意状况 但从季度报告来看的话呢 从季度报告来看的话呢 这个公司在去年 行动管制的时候呢 是生意额呢 还有利润呢 都大跌过 但是没有亏损 那没有亏损啊 然后呢 到去年的9月30号的时候呢 他的业绩呢 是有了回 有了回升 有了回升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已经有一点 这个扶苏的迹象了 从数字上面啊 从数字上面 那么 这个公司的股价呢 A先生就讲 啦 他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跌到很低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呢 又跌回来 那么到今年的一月份 二月份的话呢 也跌回去差不多的位置 那A先生就讲 喂 中文里完全没有扶苏的 啊 因为你在去年 疫情发生之前呢 你看 二月十四号 一年前呢 这个股票呢 是在两毛多的哦 那他就说 如果他 一毛六这个地方 不会再受到 疫情的影响 也就是说 下跌空间有限 那么 之后 顺利的出现 扶苏的概念 烧到他身上 啊 扶苏的行情 烧到他身上 可能回到两毛多 那他就可能会 他就可能会 可以做到一些 差价出来 这个纯粹 A先生呢 是从差价的角度 啊 当然 他找了一个 简单来讲 他就找了一个 基本面 有些基本面 在那边的 公司 啊 然后呢 他就参与了 他的 扶苏行情 啊 其实呢 他的这个做法呢 是在市场上面 找一些 Legging behind的 啊 可能在扶苏概念上面 属于落后于其他 扶苏概念股票的 一些板块的个股呢 来进行这个 呃 这个操作吧 啊 啊 so 这些 你可以说是 有fundamental性质的 一些切入点 啊 但是 我们希望 真正正正正的 啊 要说 基本分析的话 他做什么生意啊 他的生意到底 有什么竞争优势啊 接下来的生意展望 是怎么样的 会有发展还是没有发展 这一点呢 我觉得A先生在这个 呃 海峡物流身上 当时他决定买多少呢 是 做的不够的 所以呢 所以我问他 A先生 我说你买的多吗 他说 买一点点玩玩吧 OK 也就是说 这个 是挂着 基本面 啊 说是 扶苏概念股票 挂着基本分析的那个 啊 羊头 啊 暗地里呢 在卖头鸡的狗肉啊 我就说 哎 你还是 还是 嗯 有点 我们以前教大家的那种 啊 我们旧时代的 松大学生的那种风格在里面 啊 那么 A先生自己也是 坦白 他说是了啊 啊 OK 有些东西 坏习惯 坏习惯 还不能够彻底改变 好了 好彩呢 他是 一点点玩玩了 一点点玩玩 那么好 那其实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呢 去猜到 A先生 他大概 expect这个股票 回升到去年 二月份 疫情发生之前的 那个两毛多的水平 母股啊 他可能就可以 他可能就会心满意足的 拿他的利润啊 了结他的position就啊 离场的了哦 对不对 那么 其实这个公司呢 他还有消息哦 OK 这个是后来 后来A先生在告诉我的 这公司公布了业绩之后 啊 股价跌下来了啊 那么 现在呢 他的业绩呢 也 他也是属于那个业绩 延迟公布的公司来的 那他现在还没有公布业绩 但是他公布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他要做一些收购的动作 他要做一些新的收购的动作啊 收购他原本 好像是他原本有的一个 呃 港口啊 还是什么资产 呃 原本他不 他已经是 呃 显著的股东 但是还要再跟另外的股东呢 将剩下来的股权呢 再买 大部分回来 好像是大概是这样子了哈 那么总之 这个收购动作呢 牵涉到 蒸发股票的问题 牵涉到他可能要发新的股票呢 来换这个资产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A先生呢 又马上呢 啊 他就说 哇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嗯 有点 他闻到有点味道啊 他就说 如果啊 他在这个时候 要宣布发股票 或者拿股票 来换别人的股权回来 换别人的资产回来啊 其实就是 大概就是换回这个公司的 旗下的一个呃 子公司还是associate company的 另外的一部分股权回来 他要换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有盈利的 这公司是有盈利的啊 他要将它换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拿你的股票 就换人家公司的股票 当然你的股票越值钱 就越好啊 你的股票越值钱的话 就可以 发越少的股票 来换别人的公司回来了 换别人的股权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 A先生觉得 这个会不会有点动作啊 什么样的啊 总之 他就决定 在等这个公司的业绩出来 那结果呢 在上个星期呢 他的股价突然间冲到20多cent 那么A先生呢 就很自然的了结了他的利润了 因为他一直排在那边 他一早就排队排在那边呢 等着exit了 因为他的目标价 就是somewhere两毛多 那个地方 那结果呢 这个股票呢 一冲上去 就他的order就被人家吃掉了 好了 他已经成功了 A先生已经成功了 那现在之后呢 就来找我事后的去 检讨一下他的这个做法了 对吗 当然我就是不是很赞同 他现在做这些 带有投资性质的操作的了 好歹他是玩一点点了 其实一点点都不应该了 因为你将你的资金 应该是专注在 真正有把握的投资上面 否则的话你这边碰一点 那边碰一点的话 太散了 同学们 你的子弹一散的话呢 投资回报率呢 很容易下降的 同学们我再讲一次 你们要提升自己的 整体的投资回报率的 其中一个方法 是集中火力 当然是你有能力知道哪一个股票 更加值得你去集中火力的时候 才用这个策略 否则的话 你all in一个烂冲股身上 那就逮我了 对不对 你可能会死更快 对吗 所以这个是 我看到很多有选股能力 有投资能力的朋友们呢 很多时候呢 是在那个分散 过度分散的情况底下呢 影响了整体的回报率 所以注意一下这一点呢 这个是很多人 有提升空间的一个地方 OK好 所以我们在Value Farm 给大家教学的时候 也是鼓励大家不要 你做模拟组合过来的时候 也不要给太多的股票 第一不允许超过十个 第二最好就不要超过七个 以后的话 向五个以内去集中的 这个是我觉得 你要学习去管理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A先生 他成功套利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 反而是 他说 哎呀 这个经过了这一个 上上下下的 这个等待折磨之后 OK 终于是达成了他的目标 但是呢 我猜啊 他挂的那个位置 我猜他挂 挂单离场的位置啊 如果以去年 二月份来讲 可能他挂在24 25 这个地方 结果股票冲到28分多 他又觉得什么 他又觉得少赚了 他觉得少赚了 他赚了钱 反而还不高兴 在那边 总是好像 啰啰啰晕这样子 哎呀 没有卖到最高 少赚了几千块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同学们 你们也会有 你要离场的那个位置 可能离场的太早了 或者卖的太低了 之后他再冲上去 你会觉得你亏了 你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你觉得你亏了 对吧 因为那个其实 你卖掉了 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这个 建材化学的感觉 就会这么的强 这个反而会令到 我们心里很容易不平衡 以及很难令到自己真正的满足 就是你在股市里面的那种真正满足的状态 你一直找不到 你赚了钱还不满足 你还想怎么样 对吗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在股市里面的那种满足 那种知足的程度啊 或者说那种知足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境界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自己本身也在积极的修炼 我见到在GrandPi这边 也有在外面的投资者 他们已经去到这个境界了 他们做股票是非常平静的 因为他们知道股票就是生意 我在不断的便宜的时候 累积好的生意的股票 他贵了或者到了充分反应价值 他可能会适当的时候选择套利 当然在这边我们官派也有 跟同学们分享过 我们自己的学生就知道 李永安老师提倡的 这个相对收益的做法 对吗 他好天就收下雨财呢 好像一个农夫这样子 对不对 春夏秋冬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平时多点留意其他的机会 对吗 储备更多的机会在你的脑海里面 随时随地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 这个已经成熟了 这个开花结果了 可能可以摘了 他是这种状态在经营着的 这些水平的投资者 他们做股票呢 是非常的淡定的 昨天科技股大跌的这种情况 很多人在那边喊救命呢 他们就是开始 好像这个有机会 他闻到机会了 那其实坦白讲 我切切 就是有点这个 切切自省一下子的 我昨天也有这种感觉 我昨天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那也就说 会不会是 陈建老师我自己的level 也稍微高了一点点呢 这个是我自己在观察 我自己有没有进步 OK so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跟我们一起 不断地向前进步了 好了 关于A先生讲到的 他赚了钱都不高兴的 这个事情啊 是很多投资者 你应该去反思的 因为你越难满足的话呢 以后你做操作的时候啊 你就会容易去研究 我怎么样卖到最高 因为你不知足 你就去研究 我怎么卖到最高 怎么买到最低 其实A先生已经买到很低的了 但是他离场的位置 他还是不满意 其实在股市里面的那种 真正的满足呢 不是来自于你一次 一两次的狩猎成功 不是来自于你一两次的 全力打 对吗 而是你有能力 持续地找到这样子的机会 捉得住这样子的机会 这个是你心中有底气 底气的来源的真正的地方 嗯 OK 整套系统 那好了 还有什么东西呢 A先生讲 A先生他讲啊 当然了 他看了这个母股 涨到28分半 对吗 就涨了50%对吗 超过50% 然后他再看到这个公司的平坛 他说哇 哎呀 这个早知道啊 8分前去到24%啊 就可以直接赚三倍了 对吗 他就说 哎呀 这个没有买到这个母股 对不起 买到母股 没有买到Warren 哎呀 有点可惜啊 他说如果啊 妈妈跟孩子一起买的话 哇 两边一起赚 哇 爽死了 对吗 A先生又来了哦 A先生的Battern又来了 因为我知道 以前我们那个旧时代的宋大学员呢 学这些综合性的分析的时候呢 就很多都会有这种感觉 包括陈建老师我自己 所以我很清楚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这个时候当他说 哎呀 我没有买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Warren了 赚少了 这个时候我就马上问他 我就马上问他 哎 Mr.A 以你今时今日的理解 这个股票 就算给你回去 老实讲 八分九分的这个 Street 对吧 Warren 你够胆买几多 我说你够胆买几多钱 你够胆将你整副身家 all in下去吗 我知道他还是相当有身家 在股市里面的 我说你够胆买一个几百千下去吗 他说当然不敢啊 那我说你买几多 几十千你敢吗 他说也不敢 他说如果几十千的资金的话 他最大最大胆 就是买母股罢了 因为在股市里面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财富 你其实自己是越来的越抗拒冒险 就你知道以前你冒险拨回来的那个财富啊 以后你是越来越不敢去冒险 所以他说这个公司的评单啊 给他最多就是分一点点过去啦 可能真的就是八九千买一千个lock 对吗 就是叫做里面讲的一百利 有些人讲的一百利 你讲大利的话 有些人讲一千利 可能是这样子 他说大概就是买这样子了 那我就说是了 就算给你买到八分钱一千利 一百个unit一个lock啊 一百个unit一利啊 那你八千块 给你准准在两毛四卖出 你就是八千变二十四千出来 就你赚了十几千 对吗 那对比起那些你真正有机会 或者有把握的公司 我知道啊 A先生呢是有买科技股的 我就随便讲 比如那些科技股三大天王 如果你买科技股的话 你是不是最少 我就说 那个八千块九千块 可能是你买的一个零头吧 科技股你真正下注的 分量是重很多 他说是 所以我就说 你在科技股身上 这几个月看到的行情 你舒服吗 他说舒服 然后这样子的股票 三天涨 一度曾经涨 三百八千 之后跌下来 我说你一定 可在两毛四两毛半卖出 如果你八分钱给你买到 一定可以给你准准赚三倍 他说未必 可能去个洗手间 对吗 可能吃个早餐 回来就没有机会卖那个价格了 他说是了 这么辛苦 OK 就是心惊胆战这样子去买的 也就是赚多那十几千 倒不如做一些 简单 有把握的 不用那么烦的 又赚的更加的 这个丰厚的那些投资对象 倒不如做那些 所以最后最后 还是觉得 真正正正的价值投资 真正正正的参与生意的 发展的那种状态的投资 才是脚踏实地的做法 这个是A先生昨天 对不起 上个星期 我跟他讨论了之后呢 我觉得他又通了一点东西 就原本他觉得放不下的东西呢 他放下了 我相信他 我没有问他 对了 我没有问他 但我相信他 以后 这种操作 他会越做越少 平单 我也相信 他以后都不会考虑的 他不会再去 为了这些钱 而拿 就是这些利润 就是 他是很刺激的利润 就是真的是好像 伸手进去那个 那个 有野兽的洞穴里面去 抛他的孩子出来的那一种 对吧 你拿到的话就厉害 谁知道你的手被人家咬住 断了 你就可能很惨 是咯 他如果买这个Warrant 赚钱是最好的情况 万一赚不到呢 这个平单跌一跌下去 你买的成本是八分钱 九分钱 他跌一个价位就是半分 两个价位就是一分 也就是说 你随时随地的上下 都是超过10% 要超过10 甚至20%的亏损 可能就是几个价位之间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敢买多 对吗 不敢买多 又要承受这样子的波动 然后就为了赚多那么一点点 倒不如找那些 真正可以重手买入的对象 等一个机会 将你的资金好好的预 好好的去发挥他真正的价值投资的威力 这个是A先生最新的故事 第三次A先生跟我分享他的这个投资的经历 我希望也将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来打消一些同学们去做短线操作赚快钱的这个念头 因为太危险并且不值得 and如果你找到像真的除了科技股 还有比如在去年的手套股 你遇到一些很猛的行情出现的时候呢 那你就算股价一块两块甚至几块钱 甚至十几块钱的股票 他们要涨50%甚至翻倍给你 它也是可能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罢了 所以这样子的投资可能会让你更舒服 因为它调整的时候也可能会温和跟慢很多 它不像这些 哇股票你当天买两卯多 那个海峡物流的Warren对吗 然后下午就是一卯多 它的波动不会这么的令人担惊受怕 学会在股市里面欣赏稳定 慢慢增长 或者说是做有把握的Return 然后给时间帮它去增值的效果 好过你每次都要全力的去播 OK 年轻的朋友可能觉得你有本事去播 但是我也讲过赚这种块钱呢 很容易守不住 因为你下次也只能够再播 你没可能次次都播中的 你连续播两次三次 第四次当你的资金更大的时候 播一次不中就会打回原形 这样子其实会严重挫败 你在股市里面的那个信息 就你会觉得又认命了 哎我就是没那种命的了 在股市里面没那个横财欲 没有人 我们这边不将股票赚到的钱 叫做横财 我们觉得在股市里面 是一个生意去经营的话 那你不是在找 你不是在找横财的 你是在找正财的 对吗 所以这个是 我啰啰嗦嗦又讲了超时之后 没想到最后A先生的这个故事 讲了三十分钟 这边不能够再拖了 同学们明天还要工作 我一直看到同学们点赞 非常感谢 看来很多同学们是有共鸣 有同感 所以我希望呢 A先生给我分享的这个故事 他的体验呢 他其实自己也觉悟了 或者越来的越 信念越来的越坚定 抛弃一些投资的杂念 专注在价值投资的这个 抛弃一些投机的杂念 专注价值投资做法 我希望我们这边的同学们 也会跟我们一起 每个星期都坚定我们的信念 OK 然后在价值投资上面 一直走下去 好吗 非常感谢我们超时了十点多 还有三千多位的同学在线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 星期二同样时间呢 再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好不好 感谢同学们今晚的支持 还有同学们的所有的点赞 以及这个感谢同学们给我的信心 这个打赏非常感谢 好吧 就到这里了 晚安了 各位同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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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